哈喽大家 昨天晚上我们到的比较晚 今天天亮了才发现 哇塞原来我们今天把房车停在了一个 超级超级棒的地方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这里真的很方便 首先环境非常优美 然后最主要的是 公厕非常非常的干净 然后也可以接水 整个这个停车场非常的大 然后平时人也不是很多 但是今天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说 可能这里马上要被规划成为一个房车营地了 所以如果你是近期看到的这支视频 抓紧时间赶紧来 这是一个收费停车场 但是收的价格很便宜 为了让这个收费的大爷生意好做一点 我就先不曝光价格了 大家来了自己谈就可以了 核心的核心啊 并不是说这个停车场有多好 或者说周边的配套有多好 而是这里真的离昆明滇池非常非常的近 那有多近呢 咱们通过航拍来看一下 从我们的现在停靠房车的这个位置起呢 走路差不多10分钟的距离就可以走到滇池的边上 我们就可以享受滇池的美景 这个位置除了离滇池近 离昆明市区也非常近 对于去市区采购啊什么的也很方便 然后周边呢也有菜市场 我们已经实地考察过了 现在我和内娅要出发 去看看滇池有多美了 而且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秘密武器 嗯对这个秘密武器是为这个海鸥去准备的 面包 听说他们都很喜欢吃这个面包 而且这边的海鸥是红嘴鸥 从房车走到这儿用了 我看49秒 就跟这儿下去吗 就跟这儿过去就到了 这个路怎么看起来这么土土的 就这样 往那边走就有人行步道了 而且这条小土路挺有感觉的 是我也最想说的 这么不起眼的一条小土路 但是在里面还 我就不想走了 哇 一口同声的哇 耶 顺着路接着往前走 就看到了这座拱桥 然后呢走到这个拱桥上 就走到了 我们要上的这个人行步道了 对 目瞎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塞 哇我的胃累了 有的这个标识地方 往近处跑 往近处跑 他们不能飞雪 可以 不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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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聪明的 你这样是骗不了他们的 人家都是身经百战 果然我位置没人屌我 对啊 这个可以停靠房车的好地方在哪呢 奖励所有看到最后的铁粉 因为前面没有说 大家导航搜盘龙江河长林 盘龙 盘谷开天的盘 龙就是传人的龙 然后江河就是江河湖海的江河 长林就是长短的长树林的林 然后就可以导航到我们所停靠房车的那个位置 走十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 好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玩海鸥去咯 站了一排 你看他们老婆 你再站过去 哇太厉害了 再来 哇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非常好